應該要請你回答一下 看得到嗎 基本上就是說 食安問題發生到現在 雖然是食品安全 可是消費者保護 這一個部分 到底責任在哪裡 還有政府到目前 做的哪一些事情 雖然 那個 衛福部長講說 人心險惡 那當然 任何的社會人心都有險惡的一面 可是呢 這也是政府存在的目的 所以食品安全這件事情 到目前處理 到目前為止 我們從毒澱粉也好 胖達人也好 到這一次的黑心有事件 或許是媒體上呈現 但我本來也很好奇 到底行政院內部 我們也有食安小組 可是呢 似乎都沒有去處理到消費者保護這一塊 那明明我們 這個行政院有一個消保會 也有一個消保處 那可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聽到的都是消機會的聲音 消機會不是政府單位 很多民眾 不清楚 也不知道行政院有一個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也不知道有一個消費者保護處 但是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消機會 那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們也沒有看到消機會 這個消保會 還有消保處出來講任何的事情 我請教一下秘書長 是 到目前為止 行政院消保會 消保處 針對這個事情有沒有開過會 消保處還沒有開過會 沒有開過會 消保處有派人去協助彰化縣政府的 消保官 那消保處還有消保會是統合整合全國 對 全國消保業務的 對不對 是 站在一個行政院的高度 在這件事情上面 應該做些什麼事 消費者保護 通常是在產生消費者糾紛的時候 全力糾紛的時候 他在協助消費者的全力的保障這一塊 好 那所以他通常是在問題發生之後 他不會是在食品安全問題之前 那麼這一塊 民主長 你講這句話 你要很小心 好 在 消保會的設置要點裡面 寫得很清楚 我們處長應該很清楚吧 處長 你應該清楚你們要做什麼事情 你們的任務有八大項 對不對 很清楚嘛 事前要不要做 很多法規是你們在處理的 是你們在規範的 是你們在審議的 是你們在建議的 對不對 事情發生的時候 有重大消費爭議之協調因應 及行政監督措施改進之研議 都是你們耶 是你知道現在最大的消費問題是什麼嗎 黑信有事件之後 目前消費者或者我們百姓反映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退貨的問題 退貨的問題嘛 是 那退貨問題現在怎麼退貨 呃 你們有沒有統一SOP 原來有 原來我們找了七大賣場 什麼叫原來有 應該這樣講 就是跟委員報告 事情一發生以後 呃 呃這個我們馬上請 呃我們的同仁 馬上去彰化線 你有沒有去退貨 呃 我沒有 你沒有 我沒有買 呃 在座的各位 有哪一位去退貨過的 呃 所以你沒有親身經驗 你不知道那個痛苦 你不知道被拒絕的痛苦 你也不知道說是要帶發票還是帶空瓶的 是 你知道前陣子上禮拜 那個回收廠啊 空瓶的生意很好欸 我知道 大家都要拿空瓶直接拿到我們去退啊 是 我知道 齁 全聯跟我講 他一天虧幾千萬 是 他要跟誰求償 現在大統 付衛箱 他們財產被扣押 他也拿不出現金來 來退給消費者嘛 還有盤商嘛 所以中間的通路商跟盤商 是怎樣 代資代付欸 他這邊現金出去 這邊也現金出去欸 是 那怎麼辦 怎麼辦 你不能只講是啊 你告訴我這SOP怎麼做嘛 喔 否則是不是通路上你要倒 因為你官司不想要打多久 行政法法 拿得到錢嗎 你能馬上拿到錢嗎 處長 秘務長 可以告訴我嗎 我想這個 的確這是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 各位從媒體上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 檢察官 夾扣押他的這個 這個財產 對啦 秘務長扣押之後 問題是現在沒有錢去退給消費者嘛 那麼我們現在 欸這個 是誰在帶電這些錢 絕對不是秘務長你嘛 是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會 啊這個提到行政 啊行政院的 秘務長這不是現在這個問題 這是之前我提到毒澱粉 胖達人都有這些事情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 消保處消保會 沒有開會就算了 也提不出一個SOP出來嘛 這個才是真正的民生問題耶 人民不會管你什麼政爭啦 人民只管 我該退錢的時候 我跟誰退 還有 大家都統一 不要有些店拿發票 有些店拿空罐子 有些店拿兩個都要 然後跑了一趟 又退不到 乾脆在那裡摔瓶子 然後呢 電商跟消費者起口角 我們看得很難過啊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其實一開始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六大賣場都同意用發票 收據 啊銷貨憑證 還有空瓶去退 但是因為量太大了 對啊 然後各賣場就自己 為什麼你有沒有想到量太大這件事情 你知道你回收了幾萬噸的油嗎 是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是事先 你應該想前面的教訓給你的 教訓才不夠多嗎 很多了 委員長我今天不想大聲 啊 我覺得 這是一個問題 你不會覺得這樣很慚愧嗎 因為這事情不是第一次發生啊 這個問題我們發現到了 所以復原長 已經要開會來討論這個問題 來處理這個問題 副院長是 消保會的主持人對不對 找幾人對不對 這個事情發生到 現在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麼嗎 所有的事情推給FDA 包括網站也是如此 你們的網站也是如此 食品的問題 藥品的問題 啊請參照FDA的知識網 問題是 你沒有關係 你把這些資訊 你叫消費者說 你要如何辨認油 你去找FDA OK 但是消費者的問題要找誰 找消息會嗎 他不是政府機關啊 他一天到晚在外面呼喊說 你們趕快解決消費者的問題啊 你不能把它看成只是一個 好像用錯油 商品標錯這樣子的事件而已啊 這裡面牽著到很麻煩很嚴重的退後問題 商慾問題消費者保護問題 在整個產品供應鏈裡面 我們看出來消費者是最弱勢的 你同不同意 因為資訊不對稱嘛 那資訊不對稱所造成的消費者受害 又求償無門 又求償的很痛苦 然後要等待冗藏的司法判決 判決完之後還不見得那個廠商要賠多少 那中間的通路商還有中間的盤商 他現在帶電的錢將來怎麼辦 這不是一兩千萬 這是好幾億 所以民主長你們還沒有開會 已經開過一次會 可是沒有結論啊 結論是什麼 處長你告訴大家 這個事情怎麼解決 如果你們開過會的話 是跟委員報告 其實站在消費者保護處的立場 我們是要確保消費者能夠退貨換錢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確實一直一直在努力 那除了最近各賣場 其實各賣場要依法律的規定 就是發票跟空評來退貨 那這個部分各賣場其實都有這麼做 只是以前的條件比較寬鬆 現在回歸到法律的份辦 那請問他們這些我剛剛講的通路商 還有盤商 他們去跟誰要錢 怪他們自己 為什麼要進這批貨來賣 不是 中盤商跟這個賣場 這通路商的部分 嚴格的說起來 不是消保處要負責 因為他不是消費者 他不是消費者 那他是什麼 他不是 他在消保法裡面 所以意思就是 這不干你們的事嘛 但是整個院裡面有看到這個問題 可是問題是整個消費鏈裡面 供應消費鏈裡面 大家都是一環會一環 你不能這樣切割啦 不可以這樣切割 這個我聽得很生氣耶 怎麼可以這樣切割呢 我在問說你整個系統是怎麼解決 這是行政院開食安會應該解決的 怎麼會實際上會議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呢 這我越聽越火大耶 不是啊 他剛才講的 我想這個 他講是從法 但是我覺得沒有錯 現在中盤商或者是他的通路商 一次兩次三次機 我們應該要提到裡面還沒辦法建議這個SOP嗎 甚至包括銀行端付款的問題 你叫扣押財產會不會都是扣押大銀行的 這個錢金額很大 那這到底要怎麼賠 要怎麼這個補償 這也需要討論 民主黨 需要討論 你們哪時候要討論 給大家一個日期 好不好 明天早上就又要開會了 民主黨要開會 你確定會討論這些問題嗎 是是是 我們會討論這個事情 我們會繼續